不要说了 我替你提问吧 所以对初舞台的印象还很深刻是吧 每一集都必须讲我那一段我能播个深刻吗 即使现场的气氛非常好 首先我是非常尊重BLC前辈的 但是呢就是老师非要让我说一句话 与金欧逆当时的反应也很好的 剪出来你们看到就不是这样子了 当时播完了西湖路的人集体给我打电话 然后发短信 你没事吧你没事吧别生气别生气 就是你们可能看到我是心态没有问题 其实我是一直憋着没有哭的 之后就给我爸爸打电话说我非常非常难受 然后就哭了 他们就劝我就说哎没关系了 大家也不知道真正是什么样子嘛 而且我不想因为这些事情影响到我自己本身 我是热爱舞台来的 我希望我自己是完整的 我不希望别人来破坏我的色彩 其实爱我的人更多一点所以就是 我敢看评论了 真的很棒 但如果你在上面我不需要过去 拥抱一下 我感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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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感谢大家